这种天气要救灾远警也很忙 高永世纳玛下去的这名远警呢 他跟太太九号去台东参加活动 于是呢把一双儿女托给了岳母照顾 但是没想到隔天就好与成灾 到岳母家的这条桥断了 路也断了怎么办 爸爸看不到孩子互相思念 分离了三天终于受不了 于是呢今天出现了这令人动容的一幕 在里长的协助之下呢 断桥边特别架起了十公尺长的旅梯 有一名妇人抱着五岁的妹妹 小心翼翼的爬着这个旅梯 好不容易把孩子送到了爸爸的手上 妇女两人见面的这一刹那 两人紧紧相拥感动了所有人 这位小朋友是隔壁里的 非常想念爸爸 而且爸爸也担心在这边的安顾 趁着雨室见缓 三位居民一边撑伞一边牵着小兄妹 带他们走过崎岖不平的石头路 在桥上的葛先生紧张的不断来回舵步 目前要过着小朋友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居民合力将十米长的旅梯架上桥面 让其中一名妇人抱着葛小妹爬上便桥 妇女终于相见 葛小妹开心地朝爸爸回首 已经三天没见到面 心急如粪的葛先生紧紧地抱住女儿 一旁的葛小弟则是兴奋地欢呼 还跳起舞来 原来四十岁的葛先生是高尔市三名分住所的远景 住在那马夏区的马牙里 九号上午和妻子到台东参加活动 向一对儿女拖给隔壁里的岳母照顾 没想要隔天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好与沉灾 担心儿女的安危 他们赶紧结束行程回到家园 但连接两个里的便桥已经被吸水冲断 团聚的时间被迫延长 塞里长的帮忙夏可先生和儿子女儿终于团圆 场面相当温馨 一家三口牵着手慢慢地走回家 以后再也不分离 捐选季博士网越方高雄报道